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感謝您鎖定11體育家族 一起來欣賞110年UBL大專棒球聯賽 今天是1月9號的傍晚6點鐘 在台體的棒球場呢 為您送上的是台東大學要來面對文化大學 好這一球 來看看中間方向 有幾手 Safe 這個二壘手很快的還原 但是汪彤宇的速度夠快 還是拼命的跑向一壘行程的一隻內野安打 因為這個打 再來一顆 這個就跑到中間了 這一球應該是沒有問題落地的平飛安打 黃笑豪在兩人出局後的打點最甜美了 關鍵的一擊 三連有跑者也只能靠安打而已 好這一球中間方向有機會穿出去 果然又是一隻安打 哇 最近 最近真的是手感很好耶 所以昨天有開玩笑說 是不是該他來打第四棒 一號兩壞 陳俊仁 哇這一球 打力也不錯 剛好越過二壘手的上空 同時又帶有一分的打點來看看這一刻 這個拐道啊 哇 可能在跑步的當中是不是有點狀況 以為這一分應該是有機會回來 沒想到在本壘之前遭到了觸殺 不過這一球阿達利打得不錯 來看看落在了要外野手之前 也形成了一隻平飛安打 今天就跑到中間來了 哇這邊直接對決 來看看這一球穿出了三壘的防線 我們看到文化大學連續兩棒都敲出了安打 一隻是三壘的平飛 一隻是三壘的強勁滾地 好 追一點追 引用一下結果塞進來了 哇這球走後門漂亮的三陣喔 好這球揮了 來看看有幾手 不過這一球滾的是比較慢 要抓雙殺來不及 所以我們看到鳳多賢 這個內野滾地球帶有一分的打點 突襲式的短打來看看這個速度應該是來得及的 哇這個Safety曼斗執行的非常成功 完全沒有預料到 好這一球同樣帶到了左半邊落地 連續兩次阿谷哲人上場 都打到左半邊的平飛安打 而且這一次利用在手臂上面的瑕疵 一口氣站上二壘 另外在一壘上的楊翔和 也是一口氣來到了三壘的溫大門 哇這個中間方向的平飛安打 林博安適時的一棒 有可能得兩分嗎 還是三壘上 應該直接回來 對 所以這一個平飛安打 帶有兩分的打點 哇今天娃娃大學 所以你對著他外角球夠出去了 因為他就是打外角球還蠻好的一個選手 哇而且又是兩個好球沒有壞球 哇松鳳姐連續面對兩名打者都取得球數上的領先 哇這個變化球揮空不過 一壘包是空著這要傳喔 哇 結果這是不死三陣啊 甚至積極點還可以衝二壘 嗯 所以他對這顆變化球的掌握得不是很好 但沒想到贏或得服 一號兩壞 這一球出棒了 穿越了三球之間的防區 帶有1分的打點 那這時候台東大學再度將比分給追平 雙方3比3 直接用安打了 哇現在葉兒有跑準 哇這個直球揮棒落空 結果他也打得到 結果這個變化球又沒有接捕到 來看看這一次的不死三陣還是完成了三陣 哇所以在這個半局差一點點出現兩次的成功不死三陣 總是要改變一下比賽的那種氣氛跟節奏 嗯 結果游擊手打給游擊手 那這個彈跳 吳凱文就沒有辦法處理了 這一球可能會給安打 哇 出棒 這一球出棒形成了瘋打賞 張鈺豪 在兩出局之後 這一支長打 有可能一口氣再灌兩分回來 哇 張鈺豪今天三次的打數就完全猛打賞 哇 所以剛剛有想講 就是以文化的打線應該會讓他來攻擊 所以這顆球 剛剛講到塞直的話 一定會有風險 但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決定就是不想保送的話 一定要往比較中間的地方去塞 被他完全給設定到了 第四名進去的話 最可怕的第四名 緊張的會是第一名 所以他沒有什麼差距 哇 這球咬得不錯 蠻扎實的 看看落點 落在了左愛野手面前 形成安打 吳凱恩今天喔 3-1 這一種比較像責任制的投球 好 這邊是先跑了 3-1 要繞半個台玩 過來的方式其實很難 好 國大軍這一球 三連撕的安打出現囉 這一次的代打奏效 台東大學 能不能連續兩場發生奇蹟呢 好 好 哇這一球打得蠻強勁 來考驗三連手 先傳二壘 再往一壘 送結果傳丟了 這時候烏凱恩 要直接來到了得點圈 結果目的還是達成了 養人豬局攻佔得點圈 對於文化大學來說比較傷 這球很強勁 第一時間接起來傳二壘 再傳一壘 感覺有機會形成再見雙殺 結果這個變化球 掉到了黃象豪揮棒落空 高偉強在這個時候吃下老K 同時也是本場比賽的再見三陣 這場比賽最終 文化大學是以5比4 一分之差 棄走了台東大學 也抱了在前一個預賽的一箭之仇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賽後獎